大家好 我是钟嘉宾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那今天呢 稍微起来有点顿一顿 因为刚刚啊 在看一个 最近大家很关心的新闻 就是这个机车外送员 刚刚来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呢 就还在想说 哎呀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辛苦 因为如果不想领23k 25k 那么要领多一点的钱 要接这么 这么风险高的工作 不过我是觉得 历来像机车外送员 为什么在最近这一年当中 台湾这么风起云涌呢 事实上在两年前啊 我个人曾经到东南亚去 一般国人都会认为说 东南亚相较于我们都比较 经济程度上开发比较落后 那我在雅加达也好 我在吉隆坡也好 甚至呢 在那个越南的胡志明市也好 大家都知道 越南跟印尼都是 人口破亿的国家 越南快一亿 那单单是一个胡志明市呢 人口就大概有六百万 到八百万之谱 雅加达号称有一千万人 那这个地方的交通 非常非常的混乱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啊 三十年前我看 我们在台湾也是如此啊 但是呢 在那里就应运而生 一个叫做机车外送员 我都每次到这些国家的 下了机场出来 就看到呢 尤其在胡志明市 他们就戴着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安全帽 有一个标识的安全帽 还有穿着背心 他们不只是可以送货 他们还可以送人 这个在曼谷也有 那这些外送员 他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跑腿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到的 国内的这个机车外送员 他们送餐饮 还是主要是以送餐饮为主 因为如果是送邮件的快递 这早就有了 但是送餐饮跟送快递 又更不一样了 因为呢 餐饮一定要限时消费 比如说你收个快递 你要是今天寄 收件人他不会在等着说 你什么时候 放到我手上来 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甚至收件人 也没有那么感受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叫外卖 嘿 第一个接单的餐饮店呢 他马上帮你制作好 热腾腾的 然后呢 你肚子鸡肠碌碌 你等着要吃这顿饭 所以你会很在意 这三分钟 十分钟的差别 所以呢 其实机车外送 在台湾 本来就有快递的这项工作 只是快递的时间压力 不像外卖餐饮这么大 这么紧张 又这么集中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自从外卖的餐饮 外卖餐饮开始 用机车外送员之后呢 的确 他第一个 能见度很高 第二个 他的交通事故特别多 那结果呢 真的就是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死伤 那么现在呢 劳委会 劳动部也宣布说 裁定 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不是承染契约 好了 什么是承染 什么是雇佣 这个是法律的东西呢 我们姑且先不要谈那么细 我们来谈 那到底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雇佣跟承染 有这些差别 简单讲 承染就像是我们家在做装潢 啊 那我装潢呢 找个人家来设计 那设计的人呢 就找了下包的师傅 师傅呢 联工带料就来施工 施工好了 我就住得很满意 我就付一笔钱 可能设计师 看他是总包 还是给设计师 比设计费 我自己去找包商 找那个承染业者来做 简单讲呢 我们是把工作做完了 我算起来一笔钱 通常承染呢 大概跟 呃 我们过去的观念上 是比较属于有 包括联工带料啦 他是独立作业完成啦 按照你的最后的要求 指示去完成 按照七月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领到一笔酬劳 但是 饮食的外卖的机车 外送员是这样的吗 哎 那到底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呢 从Uber开始之后 共享经济 大家不断的 这个鼓吹注云啊 那到底 这个共享经济 是真的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节省了支出吗 可是我们看到 一旦这些外送公司 被要求 按照劳动部 把这个承染改成雇用 他跑出什么 他跑出了公司 有一大堆属于雇主的责任 包括劳健保的支出 包括退休提拨的部分 那这些成本呢 都不会算在给员工的 薪水的账面上 换言之 如果一个员工拿 两万五到三万的薪水 老板可能要付五千到八千 这些属于员工拿不到 可是是属于应该 未来员工的收益 所以我可以这么简单的说 其实承染跟劳僱用 在餐饮的外送员身上 其实表面上我们看到外送员 有的我看到一个报道 他甚至一个月可以收入到上万元 当然我看到这个个案 他过去在送快递 他可能快递觉得不够好赚 现在送餐饮呢 他已经很熟了 所以呢 他有这个在大街小巷上 这个见缝旧砖 可以很迅速的送到目的地 他有这样的能耐 所以呢 他改做餐饮的外送 结果呢他可以说最多的时候 可以做到十万元 可是呢相对的他的牺牲的是什么 他报道内容他提到说 他只能用听等红绿灯的时候 因为是午餐时间晚餐时间嘛 用来喝果汁喝开水 吃面包果腹 那这样的生活品质只是为了他可以赚更多手头上的现金 然后呢他在纯笔积蓄 不管是要创业还是要结婚 好了 等于是他是预知未来 第一 他万一受伤了 他的风险 本来我们加入劳健保 本来就是用现金分摊我们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你这笔支出不支出 未来出了风险 谁帮你赔 好 你把这笔钱省下来变成了老板给你的现金 或者是说外卖公司 外送公司 他就给你现金 为什么 因为他把他要负担的钱 拿一半省下来 拿一半用现金支付给你 他还是划算啊 所以呢 当外送服务从应该有的劳雇关系变成成懒之后 雇主可能省了一部分的成本 那从业员呢 他可以多拿一部分的现金 可是这个现金可能就是从他 整个在未来帮他分摊风险的这些退休提拨啦 这些劳健保啦 这些职业在他的给付当中 他没有去付这个保费 变成现金放在口袋 感觉上很多 可是呢 算一算 真的不见得划算 就像以前我记得 以前啊 在念书的时候 大概就不懂事嘛 大家就家长就会说啊 这个要好好念书啊 要去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啊 可是呢 有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国中还是高中嘛 刚好就是就像我说的 这营造业有很多板模工啦 做投资业啦 哎 我后来听 这些师傅集的哦 一天好像都有四五千耶 有时候跟在旁边的小工哦 两三千也有 听起来他们是润日记仇啊 有工地 有需要工人 他就会托工头呢 去叫 工头呢 这个工工头 他有好几个手下 他有好 不是手下了 他们合作的这些土 土 土水塞湖啦 那他们呢 就旁边有些 也自己拉了一些学徒工 小工 那跟着来做 有做土水 有做水电的 那通常呢 我们看到一个营建工程 有很多很多这些 包括最出动的板模工 他们就付出了劳动力 每天就是 收工的时候 就有你一笔现金 通常这个现金呢 一笔钱啊 日薪来说 一定比你做办公桌的白领 要来得好 可是呢 老人家或长辈会说 哎呀 做这个关系 没保重啦 为什么 因为你年轻力壮的时候 做没问题啊 但是等到你年纪过了四十岁 哎 有个什么广告对不对 过了四十岁就剩怎么样 哎 好 那过了四十岁之后呢 你的身体状况 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你还有办法赚这个钱吗 说起来好像跟职业运动 有一点像 年轻力壮的时候 可以赚取高薪 可是你的职业生涯 不会很长 那我们看到很多 尤其在台湾呢 营建业 他的劳工的 这个职灾率是最高的 意外死亡是最多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工作就被认为 是三低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 就辛苦 环境又不舒适 所以呢 后来这些工作呢 我们在台湾看得到的 都是用 包括在东南亚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从所得程度较低的 其他 开发中国家 引进劳动力 所谓的外劳 或者我们台湾说的 移工 来做这些 出众的工作 不是说做这些工作呢 收入不会高 是因为 收入就算高 一天给你领个三五千元 但是第一个 你觉得这个风险太大 第二个不长久 年轻力壮的时候可以做 老了之后退休没有保障 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角度 从营建业的这些 粗重的 土水塞 水电工 帮忙 那这些 现在这些 劳动的 这个工作呢 变成在台湾 年轻人不做啦 好 那找外劳来做 找移工来做 那我们年轻人做什么呢 嘿嘿 骑机车 这个感觉上 不是好像 很辛苦一件事情吧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的机车外送员 就是平常呢 就是从18岁 就考上机车驾照 上 上学大学的时候呢 也是骑机车 出去郊游呢 去业游 也是骑机车 反正机车 在他身上呢 就是一种自由的象征 但是有朝一日 当机车变成是你讨生活的工具的时候 真的人家说 马路如虎口 我们从小学呢 就被教导 马路如虎口 结果你就是在虎口中 讨生活的 虎牙下讨生活的机车族 真的真的 我们真的为这些外送员 他们应有的劳动权益 跟职业的保障 真的要帮他想一想 所以呢 有些事情啊 如果只看眼前 忽略了整个长期的支出跟收益 或许眼前很赚的 长期来看 是不划算的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 有的眼前看来 好像是很不划算的 长期来看呢 或许呢 反而是赚的 所以呢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今天的中港论坛 就开始从 让我觉得心里有点 难 感伤的就是 机车的外送员 年轻人的伤亡 然后我们看到说 小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工作指种 为什么长辈们不鼓励我们去做 因为他表面上 眼前拿到的工资的收入 现金很多 可是呢 他潜在的职业风险很高 他的未来相对没有保障 那过去像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他们的劳保啊 都是用职业工会 也就是说他没有一定雇主 他去加入职业工会 那这个工作呢 也是有一时没一时的 那有的工作呢 就做 有时候一做呢 一个月可以赚个十几万 没工作的时候呢 看天吃饭 每天呢 就是 这个保里达 威士比 跟这个什么 对不起 不能讲商品名 反正就是加点什么 什么酒啦 酒精饮料啦 在度日 好了 这个我们印象中看到的 这个比较负面的形象 或许当我们看到机车外送员 虽然他们的服装很鲜明 虽然他们骑着机车 看起来不是很辛苦 可是真正的他们的重演风险 如果真的是用现在 劳动部所认定 他应该是劳 应该是劳雇 雇用 而不是承染 那这样他真的是缺乏保障 用承染是缺乏保障 那长期来看 应该是 划算的事情 短期来看 不见得划算 举个例子 也是最近一个 很热门的 其实就是两天前 就是农委会去买了个飞机 不是搞飞机 要干嘛 做航空农员航空测量的用途 那这个飞机说 用融资租赁 结果这个租赁 租的比买的还贵 有这样一回事吗 不过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 我们到来谈一谈 到底这个农员航空测量所 它的飞机用来干嘛的 你说就空拍 那我们印象中空拍 空拍当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最熟悉的是什么 我要提到一个人 就是有人说 一代空拍大师 齐柏林先生 他在三年多前 四年前的作品 看见台湾 真的让整个台湾的社会 完完全全的从空中了看 看到我们美丽的岛屿 美丽的土地 受到什么样环境的破坏 唤起我们的意识 要好好地来保护这个环境 好了 齐柏林先生 他本身他做的空拍 也不是农员航空测量所 不是做什么 不是做山林保护 这个农作的这个情况 不是做这个 他是做什么 他是一开始 他是在帮 这个公路单位 公路总局 还是类似高工局吧 因为这公路新建的过程当中 很辛苦 所以呢 他们也希望透过空拍的方式 将他们工作的工程 从无到有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齐柏林先生 当时当年是从这里开始做 做着做着呢 因为他对环保运动很投入 他就开始呢 去做着空拍 那好了 刚刚讲空拍 那空拍跟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本身的认知的 金钱的价值 你要想说 我为什么要谈金钱的价值 因为我谈到空拍呢 其实除了齐柏林之外 更多的听众朋友 可能会想到什么 空拍机 空拍机现在什么 四旋翼啦 五旋翼啦 现在拿个遥控飞机 无人机 很多的现在的活动场合呢 大家很习惯 要跑个马拉松 等等 先对空中笑一笑 因为主办单位呢 动员了空拍机 找了一个摄影师 他就遥控空拍机 然后呢 来帮这个活动 从空中做记录 这也大概是这三五年 非常快速兴起的 主要是来自于这种 无人的悬翼机啊 他的制作成本呢 跟他的进步 突飞猛进 然后呢 成本荡得很快 现在甚至连小朋友 这种儿童玩的 这种游戏型的 250克以下的 这个非常的普遍 还甚至造成有一度呢 在两三年前造成的一些 公安的事件 比如说去撞到101大楼啦 之类的 所以民用航空 也赶快去修了啦 好 这不是我们的谈点 空拍机 你就要多少钱 如果是专业的 专业的 大概呢 大概20万就可以买到 非常好的了 但是你说齐柏林的空拍 他可不是用的遥控的空拍机 在你头顶上 一两百 一百公尺左右高空去拍 不是 他用直升机去拍 所以我接下来 再拷问大家一个问题 您觉得齐柏林 他拍看见台湾花了多少钱 很快嘛 我们都有Google嘛 齐柏林花了九千多万 所以呢 为了拍看见台湾 他真的说请家荡产 把他所有的积蓄 包括他的不动产 都拿去抵押 所以呢 真的是付出很多 这过程当中 还要有一些 企业的支持 他才有办法 把这个影片完成 好了 这九千多万花在哪里 当然你说 他直升机 他花了四百多个小时 四百多个小时 你租直升机 当然齐柏林不可能 花九千万去买一个 专用的直升机来拍了 他当然是租的嘛 对不对 租一个小时多少钱 那四百多个小时 这个飞机的折旧 油料 驾驶员的工资等等 好 那你就一架直升机 九千万买得起来吗 其实应该是买得起来 但是呢 齐柏林要做空拍呢 最贵的投资 其实不是在载具 不是在这个直升机 他是花在哪里 花在那一个摄影机 呃 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呢 他当时买的V17的 VV14的单机报价 大概叫七百六十万以上 如果呢 要那个等级高一点的 有所谓的R IR 这个红外线光谱的呢 要价呢 要两千两百万 所以我看到的一些资料 告诉我们说 其实齐柏林当年拍 看见台湾 他最大的支出 就是这个摄影机 为什么 因为直升机公司 他不会帮你买啊 呃 因为我直升机 我可以载人 我可以载客 我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可是你齐柏林 你要的只是空拍 我帮你这四百个小时空拍完 我其他时间 我要做其他的生意 所以呢 对不起 空拍的那一个机器 那个摄影机 你要自己准备 所以齐柏林 真的是花了很大的资金 好 在这个摄影机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 看见台湾拍出来的画质 那么好 所以 大家有听懂了 一个空拍 其实呢 飞行的载具 反而不是这个空拍的重心 反而是空拍的那个机器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 呃 所谓的农林航空测量所 我们看到了 这个他买了两架 准备要买两架飞机 两架飞机要多少钱 如果是空机的话 一架要三亿元 但是呢 这个空机就像 齐柏林珠的直升机 他不是专门为你空拍使用的 如果你要拿来空拍 他要在机腹底下挖个孔 还要改装 这又要再花上了一亿多 所以呢 一架空机三亿 改装好 可以当空拍机要四亿一千五百万 两架就要八亿三 所以呀 那这个机 这个还只是说飞行载具哦 那如果是他的 所谓的摄影器材呢 这个摄影器材 它是高光谱感测器 而且呢 七年内 这个设备要维护 要多少钱 要一亿五啊 所以我们就发现 真的空拍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首先那个空拍 绝对不是小朋友玩的 专业级的空拍 也不过二十万 可是齐柏林呢 花了九千万 拍了一个看见台湾 花了四百个小时 四百个小时里面 租飞机的成本 其次另外很大的投资 就是他专用的摄影器材 把这个例子拿来看 我们这个领务局的 农林航空测量所 最近要泰换的 要租以租赁 融资租赁的方式 所构进的这两架飞机呢 他其实大部分的成本 并不是在空机本身 而是在改装的费用 跟他这七年 每年要执行六百个小时的 作业费用和他的整个仪器的 购置费用 因为麦菲经理的公司 他不见得刚好可以卖这个光学镜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来看 有时候就像外送员一样 短期来看 他拿到的现金是多的 可是外送员付出的健康 跟职业风险 跟没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其实他只是把未来要拿的 提前拿在手上而已 同样的雇用他的公司 其实省下来的钱 也是公司没有帮他投保的 省下来的钱 换个角度来看 一个空拍机的作业 表面上看起来 七年内 租赁所取得的成本可能很高 但是还原过来 七年后 飞机变成的是零物局所有 这个时候 这些金额 可能看起来 比自己买一架空机 再来改装 或许来得划算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力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势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我们有 中广论坛 好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今天的当班擂台主 来自冰冬的冲加冰 刚刚第一段一点不顺势 是因为我没有听到 熟悉的片头曲 所以刚还在想外卖员的事情 外送员的事情 其实刚刚我们谈到了 刚刚从外送员 谈到了齐柏林的空拍机 那空拍飞机跟空拍的机器 到底它怎么样去重新让我们改变 我们对所谓的价值 或价格金额的想象 其实拉回来大家想说 到底这次那个飞机是什么飞机啊 其实呢 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真的不晓得说 这个林务局 他怎么会去要使用这个农林 航空测量所要去拍 他在拍什么 其实呢 在台湾呢 我们的空拍啊 真正专业级的 经常在做的 他的空拍图呢 是常常用到 因为我过去个人在从事 对于民众的服务 其实民众有一个服务呢 常常要去林务局 我们都说啊 你这去调空拍图 啊 为什么要调空拍图 什么叫做空拍图 不通常是发生在土地上面的建筑 你跟土地的地主 有些什么纷争的时候 通常是跟谁有纷争 跟国有财产局 因为我们要知道 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土地呢 它是属于国有财产局在管理 但是很多的农民也好 他们是使用呢 他是跟国财局 国有土地区他去使用 那也可能说 因为他的祖先 当年没有把土地登记为个人所有 因为呢 在日治时代呢 如果你的土地是登记于私人 你要缴税 所以很多时候 那时候的私人 农民开发的土地 他为了不想交 为了避免被 那时候日本政府磕税 他就说 啊这是那个庙的啦 庙 因为庙是不磕税的 或者说 这个就没有人的 可是他实际在使用 后来呢 这个政府移转之后呢 这些都登记为国有财产的地 因此就衍生了很多的纠纷 有的是他的祖先 原来就开墾的地啊 他做农业使用啊 好 可是呢 因为没有去登记为私人所有 所以通通被登记为国有地 要怎么样 要跟国有财产群去承租 那当你要跟国财产群承租的时候 通常有一个问题 国财产群承租给你土地 说这是农地 只能做农用 只能做种植 可是有时候常常祖先留下来的 不是只有农地吧 地上一定有什么 地上物啊 就是你的农舍啦 就住在那里 所以你可能从小到大住在祖先留给你的农舍 旁边那些地呢 你后来发现 天呐 原来这些地都没有登记为私人所有 都是国有土地 还要每个月 每季按期交租金 那一旦你的房舍有些什么更动 哎 国财产群说 不行哦 你这个房子不偷偷搭的啊 因为我租给你 国家的地 租给你做农业使用 可没有让你做盖房子啊 这要怎么办 证明这个不是你盖的 是本来就有的 就要去林务局去申请空灶图 那这个空灶图呢 因为根据我们国财局 有个国有财产 非公共使用的国有财产的租用办法 只要这个是颁布在 他有一个叫做82721 大家就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在广播中聊这个 因为我常接触到 82年7月21号之前 凡是你跟国家租用土地 在这个年之前 这个建筑就存在的 国家呢 承认你可以继续使用 因为这个既往不就嘛 但是从82年7月21号 你跟国家租了土地 你新建的其他的 不管是什么工僚啦 不管是什么工具建啦 对不起 通通是违法的 所以呢 我每次在服务的时候 就很记得82721 82年7月21号 1993年 之前的建筑物 要怎么样证明 它在土地上是存在的呢 就是去林务局 调他们的空灶土 所以大家知道了 农林航空测量所 他在呃 他成立的很早 他应该是在1954年就成立了 那1954年成立的时候呢 他就大概每 最近这几年来 每三年 他用这样的一个空拍机 是双 双引擎的螺旋桨 这个飞机 是是载人的 不是那种无人机 那种我们想要空拍机 他想要多悬翼的玩具 他用这个 这个双引擎的 呃 螺旋桨飞机呢 载人从空中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这样把台湾的岛上的 每一顺土地都拍下来 那当然他的林务局 当年主要是要做 山林保护跟寻守 要知道我们的林业资产 有多少 因为你知道吗 这里种了什么树 长了多大 过去林务局 怎么管理他的财产 林务局总不能派人 雇人上山 一棵树一棵树去点吧 什么阿里山有神木 神木现在长得怎么样 哎呀 当然是空拍机 这么一飞过去 拍了照片 就会看到整个台湾 山林保存跟成长的状况 当然到了山坡地 譬如说有没有种槟榔啊 槟榔有没有破坏水土保持啊 或者说哪些野稀 是不是有崩塌啦 这些呢 都是透过林务局 基于整个国土保安 跟整个环境维护呢 他们从1954年开始 就有利用 这条螺旋桨飞机呢 做空拍 留下的记录 那到目前呢 大概每三年 就全部会更新一次 当然你会说 啊这空拍机 现在不是有雷达吗 我们不是有浮卫吗 有可能 未来如果浮卫 什么六号七号 而且我们台湾的浮卫 这个技术呢 真的是很厉害 浮卫磨砂卫星 它上面我们台湾 最厉害的卫星技术 就是我们的镜头的解析度 好我们有办法用 用这个 呃虽然整个发射 跟载具 都是别的国家 但是呢 我们最关键的 就是浮卫 它上面这个镜头 那如果真的 这个从空中 从太空 摇测下来 整个台湾呢 都可以一览无遗 这当然是最好 不过呢 毕竟就像我们 有长刀短剑一样 呃 所有的空拍 有那种100公尺高度的那种 呃这个群众活动的空拍机 也有像航厕所 啊 它这个大概离地比较高 应该有近1000公尺吧 那么对于整个地表的所有的记录 当然也会更高空的 到几十公里以上 在地球上空的浮卫呢 来看整个台湾 那这些空拍的内容呢 都会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知不觉在使用 像我刚刚介绍的82721 如果你要跟国财局租用土地 或者你们家就租用这个土地 上面那个建筑师 本来就可以使用保持的 你要去跟林务局 申请这个空拍图 那这里面呢 就从这个农林航空测量所 他 为什么他要做这些空拍 这些空拍 除了农业上管理上林务 森林管理上的使用之外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经常被应用 当然我知道 大家现在最常用的是什么 是那个Google里面的街景图 接警车 我要去向道去哪里 我已经导航 大家现在看的大概都是 路面上所谓接警车所 保存下来的街道 都市在地表上的影像 那我们讲的空拍 是指空中的影像 当然还有太空中 对台湾 对整个地球的影像 那今天我们谈的 就是从这个农林航空测量所 这两架飞机的购置 租用 那他到底这个空拍 在我们生活中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这边做个介绍 其实背后还有很有趣的地方 到底这个飞机 是谁在管理 以前到底有几架 为什么现在要买 那以后的飞机 或以后的空拍 又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课题 让我们接续下来 为大家来介绍 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叫做空情总队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琦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燕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 早报新闻 中广论坛 欢迎再度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今天的当班 雷台组 钟嘉宾 来自冰冬的穹嘎逼 那刚刚在上一段 我们提到了空情总队 大家通常应到空情总队 就是发生什么 譬如说发生了三难 空情总队要去吊挂 或是台风 豪雨造成了孤岛 有些民众受困 或在部落里面 没有粮食 要派直升机去送饮食 甚至送油料 大概大家听到空情总队 就是这样的想象 那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 这个农林航空测量所 原来他要来执行 航空拍摄的这两架飞机 其实是归属于空情总队 现在在管理 好了 那空情总队是什么样的单位 他有什么飞机 除了直升机 我们常听到的 所谓的海鸥救难机 对不起 海鸥是空军的 为什么空军要有海鸥救难直升机呢 很简单 大家有没有看过 飞行员的训练 或者作战时候 这个战斗技术那么快 那万一发生状况 飞行员跳伞逃生 掉到海上 谁去救啊 所以如果你有常常看到 这些什么战争影片 对不对 你看对了 就是Tom Cruise的 对不对 这个叫做 怎么一下想的 捍卫战士吗 就是他在飞熊猫F-14 那当时他出了事 跳伞 然后呢 人呢 湿零零的 被救难直升机 把他从海上捞回来 回航空母舰上 没有错 空军之所以要有 这样的救难直升机 海鸥直升机 就是因为 他的空军飞行员 为了让他 万一飞机失事了 能够呢 把他跳伞逃生的飞行员 把他救回来 所以呢 海鸥直升机在空军 是由他所有 不过呢 因为呢 我们整个国家收救呢 收救总队 空军的部分 也是涵盖在 我们的救灾能量当中 但是一般来讲 空军总队 还是为主要的角色 他目前是隶属于内政部 当年呢 他是包括 由四个单位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航警 就是航空警察 这是警政署的 第二个呢 是消防警察 因为有森林大火 所以要航警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海巡 海巡署呢 他们也要在海岸呢 去巡查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 糟糕 第四个单位忘记了 反正 总之 他就由四个单位组成 那组成了 这一个空军总队之后呢 为什么要组成空军总队呢 就是因为 政府当时考量到说 各个部门 有各个部门 要使用的飞机 可是飞机的后勤维修 空军没话说 空军因为他的飞机很多 你看 单单 陆军 陆军有航空队 所以陆军航空队也好 空军的飞机好 他们的机队够大 所以他们独立有一个支撑 那个后勤体系 没问题 但是 公务部门 你警政署 你消防署 你各自有几架直升机 你要为了这些直升机呢 去处理他的后勤维修 而且早年 我们的 这个空军总队 就是这些直升机呢 很多都是军用直升机 就是美国二次大战的休一直升机 就什么UH-1的那种 那越战呢 没有打完的呢 好像送给台湾 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们那时候 不管是这个警政署的呢 还是消防署的 这些飞机啊 大概都是这种军用机 所以呢 那 拨给了做飞军事使用之后 空军也不会管 陆军也不会管 那刚好呢 就是空 叫做空勤一元化的概念之下 把所有政府部门的飞机 收起来 就是归一个内政部的空勤总队 由他统一来 包括建立他的后勤 驾驶人员的训练 维修 这样的比较合乎经济效益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 有哪些飞机呢 有 我刚才介绍了 除了这个海豚 AS365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种 负责吊挂的直升机 那另外呢 属于空拍机的部分呢 最早的就是所谓的V120 200跟V1350 那最早的最早的最早的 那个PA30已经除役了 那V1350呢 也故障了 坏掉了 报废了 那这个还剩一个 用了40年的V1200 在那边勉强撑着撑着 飞行的时数呢 已经也到达了极限 也真的要除役了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空情总队 他代为管理操作的 这些空拍机都不能 都已经只剩一台 快不能用了 那赶快的要去买 买呢 哇 但那政府采购 要花很久的时间 那时候呢 不管是空情总队也好 还是这个 使用的 林务局 这个农林航空测量所也好 哇 买一架飞机 可能要花个四五年 奇怪 买飞机怎么那么久 这个公共工程的采购 怎么会这么久 好 那anyway 他们就是觉得说 那如果用租的 会比较方便 那这里面呢 就讲到空情总队 空情总队很有意思 我去查了一下 他过去 他目前的这个 他算是内政部的 算是四级机关 内政部是三级机关 他算是内政部 相当于跟警政署 消防署同一个级数 很大哦 那他总队长呢 在我们政府的官职等来讲 比照或是 13 检任13职等 那目前的总队长呢 是从一个 陆军的少将将军 锦先生呢 他所来接任 他更早之前的 总队长呢 也是空军 都是空特部 空特部大家知道 空特部就是什么 另类的散兵 散兵呢 都是从C-135啊 C-13 C-130 跳下来的那种散兵 但是呢 陆军的空特部队 好 空特部 空 那他全名我忘记了 空特部呢 也有就是什么 就是搭直升机的 就像美国打越战的时候 美国打越战的时候 空降部队 不是从飞机上 跳散下来 是直接坐着直升机 到他们所要去的 这个作战的地区呢 去进行战斗 所以呢 陆军的空特部 的 这些旅长 少将 他们呢 退下来之后呢 就担任了我们空勤总队 空勤总队的前两任 总队长呢 都是消防署出身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用了 这个空特部退役的将军 那现在的这一位呢 也是空特部的退役将军 他比较特别 他用政务官来任用 至于为什么 是第一个政务官任用 那就姑且不表了 那个不重要 反而呢 空勤总队呢 在这样的一个空 空勤议员化的情况之下 就把所有的飞机就收在他的一个维修的体系当中 那现在因为这个V200已经要除役了 所以呢 这个农林航空测量所呢 又需要 因此他就必须去进行 要找了这个飞机 那这个飞机呢 坦白说 刚刚提到了 我们空勤总队 我们空勤总队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消防警察 海巡 对了 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了 怎么忘了这么重要的单位呢 好 那飞机的租跟买 有这些差别吗 其实他问的是说 飞机的租跟买还是小事 飞机的自己制造 跟买现成的 这就更大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说的国机国造 因为呢 你买飞机跟租飞机 租手续比较快 买花的时间比较久 那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两架飞机 是租了七年之后 就归政府所有 在这七年之间 他的人事 他的训练 他的维修 基本上使用者他不用去负担 就是他们叫失租啦 好 就是说今天有人说 如果是租车 我需要用到车 企业租车 有一种租法是什么 我只租空车 有一种租车呢 是连司机一起租 那这个目前 后者就有点像劳务采购 就是这次农林航空测详所的 他的租法呢 就是连维修 连驾驶 都一起算啦 就是我是租了你的一个服务 啊这个飞机呢 需要的购架 这个飞机需要的改装费用 你都算在这个租金当中 我一次跟你定七年的约 反正你为了我这个租约 你去买两架飞机 把它改装好 装上我最好的 最最重要的这个先进的摄影器材 同时你在这七年之间 还负责人员的训练 人员的执勤 油料 维修 这些呢 我通通我都不用自己负责 就通通你来提供 那我再猜 这 这未来这七年的 如果他买进来这七年的 空情总队呢 就少了 不用去负担 这个空拍机 的 这个系统 他就负责照顾好他的什么 照顾好他的直升机 他的海豚机还有非常先进的黑鹰直升机 现在黑鹰直升机有拨了14架给空情总队来做救难使用 好 那 租比买来的 几省市 那买跟造呢 那制造飞机就更困难了 所以呢 过去我们提到什么要造什么 国机 国造 也就是说 我们上一次的国机国造是什么呢 就是金国号战斗机 金国号战斗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发展出来的 这个可历史很久了 当年呢 因为整个台湾的国防呢 我们需要自己买不到飞机吗 那时候呢 买到什么情况呢 大家可能有这个印象 那时候美国不卖我们先进的战斗机 所以呢 那时候的蒋经国先生 嘿 就 很下心 既然老美不卖我们 我们就自己研发 所以呢 那时候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包括成立了汉翔公司 还有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呢 去研发我们自己的喷射战斗机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不放继续采购 所以后来去买了幻象2000嘛 但是后来才发现 当我们买了幻象2000之后 美国又愿意卖给我们 F16战斗机 那两种机型的后勤系统呢 就很辛苦 所以呢 后来真的 翻向2000的采购经验 让台湾觉得 到此为止就好了 我们后续呢 还是继续跟美国买F16 如果他愿意卖我们的话 所以这一次呢 F16呢 他继续卖我们更先进的机种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金国号战斗机 当年这个FCK-1 金国号战斗机呢 他所留下来的基础 坦白说航发中心就是汉翔的前身 当年 国家投入了 应该有上千亿 去研发金国号战斗机 那 这些培养出来的人 人才 因为研发需要人才 那制作 制造也需要一个生产线 那当 这个计划完成 金国号战斗机 通通交机之后呢 这些人怎么办 没有飞机让他生产怎么办呢 所以呢 就发生了 我们这些人才就开始外流了 所以呢 这一次提到所谓的 这个 永鹰啦 或者说蓝雀啦 不管怎么样 这个就是高 高教机 高级教练机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空军的 培养 空军飞行员培养的 一开始他初期的呢 他要飞螺旋桨的啊 呃 应该是 啊 就是 从T314啊 开始呢 然后再接我们的AT3 AT3之后呢 再去接F5F F51 F5F 也就是说 飞行员的训练 培训呢 要先飞螺旋桨 再飞初阶的喷射机 高阶的喷射机 然后呢 到了部队 要去飞F16 飞幻象2000之前呢 他要到制航基地去 飞 比较 老早的 F51 就是越战时候的 自由斗士F51 或F5F双座教练机 那叫部队训练 然后经过了这个 转接之后呢 他已经熟悉了 不同的飞机的性能之后呢 才能正式的去飞 正式的第一线的战斗机 F16也好 或F 幻象2000 或是说 金箔化战斗机 好了 那因为台湾过去 所使用的这个 不管是初级的教练机 或高级的教练机 都已经到了使用年限 应该退役了 所以呢 台湾就迫切的需要 高级教练机 那军方的想法就是说 要自己研发吗 还是买现成的 当然一开始呢 是有考虑到买现成的 在马总统的时候呢 曾经考虑过买那个 这个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教练机 那意大利的教练机 就是李奥纳多公司的M346 他以T100的型号呢 他才竞标 他同时呢 在同一个时期哦 美军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们服役超过半个世纪的 T38教练机呢 他也要退役了 所以呢 后来呢 就包括波音公司 跟瑞典的申保 就是SAB 这个申保集团 他发展了TX战斗机 或者是有 洛克希德马丁 洛马和韩国的航太 他们发展出来的 T50教练机 还有呢 李奥纳多 不是那个演员 不是我们那个演员 神伟片子的那个李奥纳多 这个公司呢 研发了M346教练机 大概那时候的市场上 有这三家公司呢 主要在竞标美国的 高级教练机 当然呢 美国人呢 最后还是把这笔订单呢 留给了波音公司 因为呢 波音公司说 既然呢 是美国要用的 而且呢 美国的需求量很大 他一口气呢 本来是197亿的 这个订单 他说我 算你便宜 95亿就卖你了 所以呢 美国买了这个 这么多架的战斗机 不 这个高级教练机呢 还蛮省的 蛇患台币呢 好像还比我们 他一台只要8亿 比我们的这个 由 我们的永鹰呢 少了2亿 那这包括了 350一架飞机 那我们的永鹰 这个高级教练机呢 他是由金国号 降规格改版 比如说他把他的 能够后篮引擎的 把他拿掉 因为金国号本身的发展 当时呢 他受限于引擎的推力 所以呢 他的油箱不能太大 那航程也没有很远 人家说行动 他是短腿型的战斗机 那他作为战斗机 他马上升空起飞接战 还没问题 但是把改成教练机 大家知道教练机 你不能供教练跟学员 一上飞 一上了天空 飞没几分钟 就要下来加油吧 所以呢 教练机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续航能力 他的油箱要够大 所以呢 经过了这个改变 将金国号 改成了高级教练机之后呢 他的油箱变大了 续航能力变长了 那他比较适合来当 这个教练机使用 那这个教练机 他未来可能就取代着 原来使用的 这个AT3 要处一的AT3 同时呢 可能我们的F51啊 也准备要退役了 所以取代了这两种 部队训练的战斗机 跟高阶教练机 一口气呢 把这两种的飞机都取代 就是我们现在 用金国号去改版的 所谓的永鹰战斗机 我每次讲永鹰都觉得 好像飞机都脱离不了 要跟老鹰一样 其实老美的飞机也是一样 老美他们现在的 TS高级教练机呢 他们代号叫做 T7红鹰战斗机 那这个红鹰呢 它这个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每次 惯例上在节目都讲到电影 就是什么 就是红色尾翼 这部电影 因为在二战期间呢 美国的陆军航空队 他们有一个塔基基奇飞行员 他是用手批 美国的军队当中 早年在二战前 美国的这个种族歧视 还是相当严重 所以有色人种或者说非洲裔的飞行员 要来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是很难的 那初期呢 这个纯粹都由非洲裔的这个飞行员组成的呢 他们是用P-40战因 战因这个 后来用P-51 就是野马 这个P-51 这个喜欢看二战的朋友呢 都很熟悉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非常有名的一个飞机 后来呢 为了纪念这一批 他们的飞机的飞行的特色是 他们尾翼其实是红色 所以有部电影就是以他们作为主角 叫红色尾翼 那红色尾翼成为这支部队的特别号 那因此呢 美国的空军 将他们即将要来使用的 T-7A 就把命名为红鹰 用以来纪念 二战时间 由非洲裔的飞行员组成的 这支队伍 所以呢 其实我们来看 这从电影当中也看得出来 一个有光荣感 有传统的一个队伍啊 大家都会把他们过去的历史 留在他们部队的传承上 那我们看到了 从今天开始谈 谈到了搞飞机 是租便宜还是买便宜 现在呢 到我们自己的国际国造 是买现成的好 还是自己研发的好 其实你从短期看 从长期看 效益都不一样 有时候眼前吃亏 长期来看是占便宜 有时候眼前获得很多 长期来看是得不偿失 因此呢 我也学会了 从我们的机车外送 我们来学习 告诉年轻朋友 其实呢 呃 我们做发展一个职业生涯 还是要长远的来规划 眼前赚的多 可能损失的 就是你未来的 这个保障 那如果真的要能够长长久久 细水长流 或许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找一个技术 好好的学会 只要市场上需要 我们有这个技能 我们始终可以靠我们这个技能呢 来为自己谋得 一技之长 我们的生存之技 那今天呢 就为大家介绍 到底租买哪种划算 长期短期怎么算 留给大家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 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关系